身穿蓝色上衣的外送员 只因为有顾客给负贫 又是穿安全帽 又是垂外送箱 另一位外送员则是闯红灯 被警察拦下 气得踹倒自己的机车 直接在马路大抱走 中国大陆近年工作不好找 进入门槛低的外送员 人数暴增 导致接单量和收入被稀释 为了多赚钱 外送员分秒必争 也埋下了不少安全隐忧 去年大陆全国外送员 多达一千两百万人 带动外送平台巨头 美团营收年增百分之二十六 超过三千两百多亿新台币 但反观外送员月收入 却从二零一八年的新台币三万二 降到去年不到三万 民众消费缩手 也让外送员越来越不好做 深圳一名二十七岁的外送员 行经交叉路口 车辆瞬间自然 外送员滚低逃生 但皮肤出现大面积烧伤 但皮肤出现大面积烧伤 手术费至少要四百五十万新台币 大陆近期一部较逆行人生的电影 演的就是外送员干苦 引起广大共鸣 上海白领被意外裁员 由于中年转业 求职处处碰壁 最后加入外送员行列 演出底层人物的心酸血泪 也反映大陆经济下行的无奈现况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